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地居民万众沸腾 兴奋以偿 杜特尔特在发言中 赞扬美国的慷慨 称巴兰籍家中的回归 因归功于两国人民 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客 而他的回归也象征着非美关系 翻开崭新的篇章 117年前被美军夺走 作为战利品的菲律宾三座教堂大众 十五日无归原主 杜特尔特在回归一时上 亲吻并敲响大众 当地非人万众欢腾 杜特尔特11月15日下午五时左右 抵达非国中部巴兰籍家镇 达了出一个广场 出席教堂大众的回归仪式 这三座大众原本挂在巴兰籍家教堂 1901年9月28日 当时非美正在打殖民战争 镇民已敲响教堂大众 为信号袭击美军 杀死美国士兵48人 镇民则有20余人阵亡 被非人视为反抗殖民的重大胜利 但当时美军在随后的报复行动中 屠杀镇上10岁以上男子 多达上万人 并焚烧了教堂 带走三座大众 作为战利品 在杜特尔特的强烈要求 极热心人士的奔走下 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归还大众 11日由美军C130军机送到马尼拉 菲律宾军方14日 再把大众运回巴兰籍家镇 15日举行回归仪式 美国驻飞攻势拉奥 将老代表美方把归还证书 交给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仁扎纳 再由罗仁扎纳 转交给巴兰籍家镇长格拉萨 Randy Groza杜特尔特亲吻的一座大众 左手握拳高举 一右手拉线敲了七下 人群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他说 大众回归了 这应归功于美国人民与菲律宾人民 仪式结束后 杜特尔特不改幽默表示 接下来做什么 我把这些大众背上教堂钟楼吗 还想爆出笑声 他在致辞时说 这些文物的回归 确实是美非共同写具意义之历史的里程碑 两国正好崭新与活跃的篇章前进 杜特尔特赞扬美国的慷慨 在这些中被美国部队 在1900年代初非美战争时作为战利品 夺走的一个世纪或归还该三个教堂的中 杜特尔特原计划宣读一日前准备的讲稿 以表达他对该些中归还的谢意 但选择即兴发挥当他澄清该功劳 不应给予任何一个政策杜特尔特说 这些中回来了 他的确是因为整个非民族的热诚祈祷 没有任何人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救美国人的慷慨行为单独鞠躬 这些中回来了 功劳归美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来源 东博社编辑陈慧 本博社编辑陈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